西里里,我是Drama,今天咱们继续来看卢西法的故事,第三集,21-23集 盖影的诅咒血影消失,按照她的理论,这说明克罗伊真的爱上了她 克罗伊哭了一夜眼睛都肿了,艾拉替她抱不平,找盖影算账 盖影原本拒绝克罗伊,是不想让她受伤害,可现在不死人buff消失,那就可以大胆追啦 盖影一拍脑袋,决定重新追回克罗伊,当然克罗伊第一时间拒绝了 拜托,昨晚你才拒绝我,今天就再读告白,我看起来很好骗吗 穿透克罗伊就带着卢西法查芭蕾舞者被杀案,卢西法一路上都在说盖影坏话 克罗伊让她别管,转身的时候不小心划破卢西法的手指,啊有血 卢西法积雪上头,哇塞我还能流血,说明什么,说明克罗伊还爱我啊 你昨天还不相信盖影的理论,今天倒是倒高的快啊 律师不觉,灵打一声,灵打一声试图让卢西法承认她爱克罗伊 可惜啊,卢西法就是个棒锤,她单纯的觉得只要比盖影枪,让克罗伊忘记她 爱的天平偏向自己就OK,灵打一声指出关键 如果真的让克罗伊重新爱上卢西法,卢西法该怎么回应 卢西法就是个绝世打渣男的回答,管她呢 不过盖影这边的麻烦更多一点,她想取消跟麦子的合谋计划 可麦子是个恶魔啊,她才不管,说杀你就是要杀你 盖影不得不隐瞒血影消失的事实 卢西法一直试图讨好克罗伊,希望她把盖影忘得一干二净 可人家盖影好歹是人类,追女仔的本事比卢西法不知道搞了多少个段位 卢西法不得不求助阿曼娜迪尔 阿曼娜迪尔毫不犹豫打赢了 废话,当初赐福给克罗伊父母,让他们有孩子的人就是她 这就是上帝注定克罗伊的官员配是卢西法 这时候不帮弟弟当聊机,啥时候能当 不过光靠阿曼娜迪尔怎么行,她还拉上最强包手夏洛特 自从知道走后门上不了天堂 感觉自己本性难移的夏洛特就开始酗酒不工作 反正都是要下地狱,老娘不care了 阿曼娜迪尔送来好消息 咱们要找出该影视罪人的证据 让她跟克罗伊分手 这样鲁西法就能上位了 这可是上帝的安排 只有咱们搞定了,也许你就能上天堂 我就能长翅膀回家啦 这激动的小表情,真可爱 鲁西法试图用古董车兜风,挽回克罗伊的心 然而这家伙估计得去重修说话的艺术 一开口就是,我是不是比该影强啊 叫你个大头鬼 克罗伊只觉得自己像是被真强的玩偶 只能让鲁西法滚蛋 克罗伊感情上的糟心事 也没有啥朋友能多分享 埋子主动现身,当起该影的聊机 哎呀,该影可比鲁西法靠谱多了 是吧,好嘛,天使恶魔器上阵 只为克罗伊的爱落在谁家 肖洛特带着阿曼娜迪奥当侦探 试图找出该影的犯罪痕迹 甚至不惜动用追撤技能 肖洛特还牺牲色向引诱该影 该影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还发现向克罗伊表白的最好证明 赶紧打电话约克罗伊吃晚餐 一听到该影的电话 鲁西法也坐不住 强烈要求克罗伊先跟自己吃饭 克罗伊对鲁西法的耐心总是很好的 晚餐开始很顺利 鲁西法也表现出诚实无负责的样子 克罗伊满心以为鲁西法要告白 可惜了,这么个大帅哥 就是生了张不会说话的嘴啊 心吧,克罗伊看出来了 鲁西法是既不想自己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又不愿意当自己的男朋友 哪有这种好事 克罗伊没有当场干掉鲁西法 是她的修养好 反正爱的天平就是人水里 也不会倾向鲁西法 艾拉和钱夫丹的电话解了为 他们从证据里找到芭蕾舞者谋杀案的凶手 克罗伊立刻收拾好心情 带着鲁西法去找凶手 正好碰到死者的亲人想找凶手报仇 凶手杀人是为了保护暗恋的人 她不敢告白只能默默行事 直到这刻暗恋者知道真相 才坦白她也爱着凶手 鲁西法看到这段误了 她爱克罗伊 但是不敢表白 只是害怕会被拒绝 也不敢直视这种心情 生怕又被上帝老爸摆布 应答医生却告诉她 上帝最不能够摆布的就是爱情 勇敢一点吧 鲁西法 可事实就是这么弄人 当鲁西法终于鼓起勇气 想要找克罗伊表白 却只见到甘颖向克罗伊求婚 而克罗伊也答应了 求婚之后就是举办婚礼 甘颖和克罗伊决定三周内就搞定 艾拉兴奋的不行 她本来就克甘颖和克罗伊的CP 正煮撒糖这还不是皆大欢喜 不过她还有更好的主意 给克罗伊几万单身派对 鲁西法没有一决不正 她靠着绝佳的脑灰路 决定要当一天克罗伊 搞清楚她回答甘颖求婚的原因 鲁西法扮演克罗伊 那谁来当鲁西法呢 很不幸啊 又是咱们倒霉背过的潜伏单 麦子听说甘颖要跟克罗伊结婚 高兴的就要来杀人 结果甘颖说自己不想死了 或想其他方法帮麦子回地狱 麦子要求查看血印 甘颖毫不心虚的录了出来 这年头文身造假也不是男士 甘颖你非得用贴他 不过麦子没看出来 还以为是克罗伊爱的还不够坚定 因此当艾拉来邀请她 参加单身派对的时候 麦子赶紧答应 她必须帮忙加深克罗伊 对甘颖的感情 艾曼纳迪亚同样在运作 既然暂时找不到甘颖是罪人的证据 不如从甘颖下手 这货貌似真的爱上了克罗伊 这个男人的想法好难琢磨 想打败敌人必须先了解敌人才行啊 夏洛特对这种情况超熟的 像当年老娘我可是辩方律师啊 找出恐慌弱点让正人该口供 哪容易得跟吃饭喝水差不多 不愧是大律师出身的 直击重点 越来越喜欢夏洛特了呢 夏洛特的本事还不止这点 他也被邀请参加克罗伊的单身派对 这场派对一定要玩嗨 务必让克罗伊意识到单身好 单身妙单身猛男少不了 结婚难结婚惨 不婚主义保平安 想法虽然好 可惜派对不止人是麦子 为了确保克罗伊不变心 活生生把单身派对 扮成了粉红公主国家家 夏洛特没有座椅代币 直接一个电话招来单身派对汽车 钢管就睡 脱衣猛男 嗨起来吧女孩猛 克罗伊已经喝得差不多 夏洛特见份插针的给他灌输 结什么婚 婚姻就是坟墓呀 麦子把猛男赶走 结果把琳达一声惹火了 两人就要打起来 艾拉又发现夏洛特在给克罗伊洗脑 于是乎 除了克罗伊 四个女人决定下车聊聊 不过聊没两句 麦子就从艾拉口中得知 最近盖影买了个假纹身影 麦子气得直接去赶盖影 不过没有人注意派对车 克罗伊独自一人的时候 才有时间整理情绪 跟开派对车的知心大姐 袒露想法 她觉得这场婚姻来得太快了 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比起卢西法 盖影确实是个靠谱 强大 稳定的对象 知心大姐告诉克罗伊 她跟丈夫结婚17年 婚姻秘诀就是对方是自己的全部 她说克罗伊的结婚对象 也会给她这样的感觉 克罗伊迟疑了 麦子先一步找到盖影 原本会立刻动手 可看到盖影正在招呼翠希 她放弃了这次机会 没多久克罗伊也回到家 她认真思考了很久 向盖影提出解除婚约 因为她不是自己的Mr.Right 卢西法扮演克罗伊一整天 潜伏丹也只能奉陪 终于查到案件凶手 潜伏丹先一步找凶手对质 差点要吃枪子 幸好卢西法带人救了她 克罗伊把卢西法数落 潜伏丹不停指挥到处来跑 是个不负责任 不靠谱的家伙 也就是从这些数落里 卢西法感受到 克罗伊内心的想法 自己可真的是个 不怎么靠谱的家伙呢 潜伏丹和卢西法搭档一天 倒霉到家 不过也从案件里获得感悟 她爱夏洛特 也愿意等夏洛特消除心理阴影 她只希望让夏洛特知道自己的心意 夏洛特接受了潜伏丹的告白 隔天卢西法条正好心情 准备正常和克罗伊工作 得知她已经和该隐分手 这种感觉就像是拆钱说好不拆你家 结果转头说你家也可以拆了 天降横财的感觉太爽了 可他们不知道 该隐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呢 如果只是失恋 她不该这么生气 主要是阿玛纳迪奥的助力 她顺着夏洛特的支点 找到了该隐的弱点 阿玛纳迪奥借着和该隐聊天的机会 疯狂吹变成凡人的好处 哎呀 变成凡人好啊 每一刻都吵整鬼 随时都可能挂掉呢 酒也不能乱喝了 不然几十年后器官不中用啊 管他呢 多喝点 几十年后大家都会死的 该隐慌了 对啊 我能死了 不怕还有克罗伊能跟我白头偕老 有爱情也不错 哦 结果老婆也没了 这家伙能不恨吗 克罗伊解除婚约 鲁西法又没了紧迫感 赶紧变回原来的熊孩子 另一身让他好好想想 怎么继续跟克罗伊相处 鲁西法有了个绝世好主意 重新倒带就好嘛 就这样 鲁西法在最暗现场 重演和克罗伊认识的过程 这招确实好使 至少 克罗伊对鲁西法的幼稚行为 又发动了常用的白眼攻击 这次凶暗的谐音人是名人 死者是他的妻子 所有人都被名人的魅力吸引 只有夏洛特浑身发冷 他肯定名人就是凶手 从地狱回到人间后 夏洛特每晚都会做噩梦 目前他和家人温馨相处的时候 以前帮过的坏人就会跳出来 杀死他全家 现在他跟前夫丹恋爱 前夫丹也在梦里受到伤害 其中一个坏人就是名人 夏洛特立刻把怀疑结论告诉克罗伊 13年前 夏洛特还是律师助理的时候 就帮老板处理过名人的某个证据 虽然他当时没有查看过证据 但证据包上面有血迹 13年前能杀人 那么现在动手杀人的概率也不低 克罗伊有些怀疑 路西法为了重温过去 就直说自己是恶魔 夏洛特下过地狱 夏洛特慌了 这也是能说他妈 克罗伊一如既往的不信 不过夏洛特也算是 给了他们一种调查的方向 路西法回酒吧放松身心 阿玛纳迪尔来了 他之前和夏洛特聊过 突然意识到 不管是失去翅膀 而是路西法失去恶魔脸 也许并不是上帝老爸的摆布 一切都在于他们内心自己的评判 路西法才不信这一套 有本事你现在就长出翅膀啊 不过这个理论也站得住脚了 按照聚集的套路 那必须要内心真正认可吧 说到坏人 就不得不提到该隐了 这货突然不想死了 他想要回不死之身 你是在搞笑吗 有不死之身的时候 天天让这想死想死 现在能死了你不干了 这叫什么 野公浩龙 不不不 这叫无病生瘾啊 该影响了个绝世好主意 还找麦兹合作 一起杀掉上帝最爱的儿子 阿曼纳迪尔 这样就可以激怒上帝 薛盈就能回来 然后陷害是路西法干的 毁掉他的名声 麦兹也能回地狱 克罗伊和路西法这头 正走正规途径查案 下落特为了摆脱噩梦 大闹名人的律师事务所 阿曼纳迪尔趁机偷到 名人的另年官司资料 结果 梁芬的禁毒会总到同一处 当年名人似乎杀了人 顶罪的无辜者出狱 很可能想杀名人 却挫杀了名人的妻子 案件破了 可是名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名人有严重的性暴力行为 当年就是在性暴力中杀了人 下落特和克罗伊设局 让名人承认了罪名 这一切过程 路西法都没有插手 路西法忽然意识到 克罗伊没有自己的帮助 也能破案 一直以来不是克罗伊需要自己 而是自己需要克罗伊 他第一次在克罗伊面前 坦然剖析心声 也就是这样的坦诚打动了克罗伊 不由自主地吻得上去 就在下一秒 克罗伊的电话响起 里面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什么 还记得该隐和麦兹喝谋 要干掉阿曼娜蒂尔吗 麦兹原本以为吓得了手 然后阿曼娜蒂尔的关心和真诚 让他放弃 转头去警告该隐不要动他 该隐和麦兹打了起来 打不过就开始出阴招 威胁麦兹说他满胸去击杀琳达一身 如果自己被干掉 琳达一身也会死 该隐把昏迷药剂扎进麦兹体内 让人把麦兹看管起来 自己去偷袭阿曼娜蒂尔 这时阿曼娜蒂尔正在开解夏洛特 夏洛特之则抓住名人 虽然不能改变他过去伤害过很多女人的事实 但是也能保证他以后不能再伤害更多的人了 而且夏洛特做这件事 不单纯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保护别人 就在这时 该隐偷偷举枪靠近 夏洛特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 没有任何犹豫 他挡在了阿曼娜蒂尔面前 强声响过 夏洛特倒在阿曼娜蒂尔怀里 夏洛特走了 阿曼娜蒂尔流下眼泪 一瞬间 他的翅膀回来了 夏洛特去过地狱 这一次 不会去了 阿曼娜蒂尔带着夏洛特的灵魂 飞向天堂 警察们赶来 谁都没有钱负担痛苦 他抱着夏洛特的尸体痛哭 卢西法在现场附近 发现了阿曼娜蒂尔的翅膀羽毛 卢西法第三季的故事接近尾声 这剧情进度瞬间加快 夏洛特原本已经走向光明 却在下一个瞬间迎来了死亡 他真的进入天堂 科也真的离开人世 盖影这个人扎行为会被发现吗 麦子被囚禁 他能不能逃出来 我们一起期待第三季大戒局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关注我们呢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让我们下期视频